像這一次所謂毒澱粉的這種風暴 結果不但是在台灣 台灣食品到國外去 竟然還被下架 說實在對國際影響應該很大吧 現在能夠往回來嗎 對啊 我記得我在臉書上有看到 有人就是有新加坡 就是他們就說 他們來台灣 覺得台灣小吃是一個特色 結果沒想到說 怎麼這麼多台灣的食物都沒有辦法 就是出了問題 好像其實對我們的觀光 也影響滿大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現在食品業 他們願意出來 號召就是所有的業者 大家來自主管理是一件好事 是 我們應該要給他們一點鼓勵 一些掌聲 也希望他們要持續的做下去